目光转向美国国务院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二在国务院举行了一场记者会 这个记者会是刚刚结束 我们立刻连线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 荣香 蓬佩奥国务卿的记者会有什么值得关注的重点 主要就是围绕在沙特记者卡书吉被杀害事件 那么这起事件所引发的风波 以及这起事件对于美国和沙特双兵关系所带来的影响 不但没有平息 反而随着土耳其总统公布更多的细节 引发美国各界包括美国总统特朗普 更多对于沙特政府前后说法不一的质疑 那么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刚才表示 美国没有办法容忍这种残酷的杀害的行为 那么他表示美国国务院正在和财政部合作 考虑采取一些制裁的措施 包括拒绝发给发放签证给沙特的皇室 还有一些刑警分子签证 与此同时七国外长的会议也发表了一份共同声明 声明当中谴责对于沙特记者卡书吉的杀害事件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一篇电视报告 关于记者卡书吉的案件 几乎每天都有奇怪的新细节浮出水面 周一土耳其公布了一段视频 并表示沙特方面让一名男子穿上了卡书吉的衣服 之后离开了领馆 土耳其的报告指出 卡书吉10月2日遭到残酷的虐待 被杀后遭到肢解 沙特方面没有表示他的尸体在何处 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一告诉记者说 他与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通了话 我们的人现在在沙特 在土耳其也有高级情报官员 我们现在要等等他们要说什么 明天我会了解更多消息 德国总理默克尔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这次杀戮 并谈到所产生的后果 我们急需弄清到底发生了什么 情况远没有弄清楚 也没有对肇事者追究责任 第三 我同意有些人的看法 即虽然军售已经有所限制 但在目前的情况下应当停止军售 特朗普再次表示 他不准备结束对沙特的军售 在国际社会关注此次杀戮 并认为沙特掩盖了真相时 一些专家说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 是为了解事情真相的关键 他正在试图衡量如何使用他拥有的信息 一方面他可以与沙特合作 然后编一个故事版本来解释发生了什么 土耳其之后就可以换取沙特的经济援助 这可能也是一个有吸引力的选项 美国知音赛内国务院报道 至于未来美国和沙特的双兵关系 何去何从呢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刚才表示 未来还是继续会和沙特和阿拉伯 继续合作来进行反恐 还有来打击伊朗在中东地区的 进行恐怖主义的行为 那么呢 尽管美国政府表示 并不满意沙特政府 对于卡苏吉事件所提出来的解释 但是目前并没有计划来停止 向沙特出售美国的武器 美国也不希望因此影响沙特在美国的投资 主持人 好 谢谢荣香 这是美国知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 在国务院的零件报道 对于卡苏吉事件所提出的解释